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定要搞到全家都车祸吗 这种话你也要说出口 全家都车祸你就不用 你就没有23岁生日了 这样会很好吗 重点是没有 你就说没有 就好了 一定要这样回话吗 是我没把你交好吗 我没把你交好吗 我没把你交好吗 是我的错事吗 人家对你的关心 你不想要接受 你好好的回话说没有 很难吗 这不是重点吗 这不是重点 那什么是重点 全家都车祸才是重点 没有 我一直说不用这么负面啊 那看起来就像胖道 那我只是说 儿子好像胖道 那你就说没有 是不是不是好了 只是别人以为你可能受伤了 别人以为你可能怎么了 那你就只要好好的回答别人 没有 很难吗 啊就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接着说你全家都车祸 因为你一直都这样讲啊 你一直每天都说我又受伤了又怎样 那别人自己的关心 啊明明就根本就没事了 那你就说没事 那就跟 啊对啊 就一样的道理啊 那你只要说没事 你跟我讲的那个感觉 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个感觉啊 那你就只要说没事 啊明明一直常常一直这样讲 你一直讲负面的东西 啊明明都好好的啊 为什么要一直说别人怎样怎样怎样 别人对你的关心 那什么叫做关心 你没事你就说没事就好了 所以是我没把你交好啊 so great 没事好好回答人家没事 很难吗 如果没有很难的话 我就是说那不是重点啊 那对我而言是重点 不好意思 是我这个做妈的 没把我儿子交好 没事 让你好好回答人家都很难 就像人家问你你还好吗 那你就只要说还好 那对啊 你不是这样吗 就好了不是吗 那你不是这样回问啊 那请问呢 好那我下次会修正 我都只要问你你还好吗 那看你怎么回答就好了 可是请你不用在那边回答 那些五四三 对对我而言是我没把你交好 那不是回答啊 那不是回答 那不是回答那是什么 我是教你这样大吗 我是教你这样回答别人的吗 我没把你交好啊 我很失败吗 好好回答人家很难吗 谁没有好好回答人家 我就是那个不是回答啊 那个是回答之后的东西啊 那需要讲那个屁话吗 因为我会觉得你就是一直在跟我这样讲啊 回归到刚刚 好 你的表情让我觉得你胖到 那我只是跟我老公说 儿子好像胖到 那你是不是只要好好的回答我们说没有 那是不是就据点 好 那你非得 又要再加一句 你全家都车祸 你突然冒这一句是要干嘛 就你跟我讲的就是一样的道理啊 都已经据点了 刚刚讲的那好 那天好已经就据点了 你就非得一定要做冒这一句 是你紧上天 是你无中生 是你一定要非得一定要再加这一句上去 你才会比较好吗 不是啊 啊因为你一直都这样讲啊 我刚刚是不是只有讲这样子 什么叫做我刚刚一直都这样讲 是你一直都这样讲 不是这一句话而已啊 我一直是指 我长久以来都是这样对你讲话吗 对啊 好啊那不高兴 我不是不高兴啊 我就说你不要这么负面啊 那你还是一样这么负面啊 不要这么负面的意思是 人家以为你怎么了 你只要是不是只要说我没有就好了 那别人是不是比较能够了解你没有 那反过来讲 是不是你也没有好好回答人家问你的话 你把人家对你的关心当做是负面的 人家说你受伤了 你就只要说我没有 不是也好了吗 为什么你 那就好啊 对那你为什么会解读为这是负面的 因为别人以为你受伤了 别人释出的关心是这样子说法 那为什么反过来到你的世界里面 你就会觉得是一种负面 别人对你的关心 你把它解读成负面 请问到底是别人的问题 还是你的问题啊 就像刚刚 那只是我好好的跟我老公说儿子好像烫到 为什么到你那边叫做负面的 我也只是跟我老公说儿子好像受伤 好像烫伤 那你没有你就只要回答我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觉得到你那边就是很负面的 是我们有病还是你有病啊 我也只是跟我老公讲这样 请问为什么叫做负面 请问这种话为什么叫负面 你没有那你就直接好好回答说我没有 我真的也不懂啊 我真的也不懂啊 这样子叫做什么负面 在你的世界这样烫伤了 受伤了都叫做负面 那明明就没事啊 你就要讲的有事啊 那你就只要说我没事 我一直不懂 你就只要说我没事 请问很难吗 那就没有问题啊 你要一直点出有问题啊 所以你就只要回答我没事 那话说回来好 你觉得我们都讲什么 你受伤了这种叫做负面 那下次就反 我们 会修正我们就说你还好吗 那你就好好回答我还好就好 对啊这样就好啊 对我也修正你也修正 不用再讲那些五四三 最好啦全家都车祸 那你要说你还好啊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真的是 今天开车状况有很好吗 等一下车祸你负责 有够破碍配的 刚不就差一点被撞到了吗 不觉得已经很汽车了吗 然后你刚好要再补一句 觉得麻烦不够多吗 那就跟我一样啊 只是反过来而已啊 好好说话很难吗 还是那一句啊 好好说话很难吗 你把两个合在一起讲 你是在说什么 啊你说好好说话 那个是前面那一个 说好啊 那个就好啊 我后面讲的那个是因为 你一直都很负面啊 那因为对啊 因为每个人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就反过来跟你说 因为刚刚又猜 一样了 所以你对我的感觉就是 你全家都车祸 你都这么 你反应那么大 那我都没有什么反应 那感觉是一样的 真的差一点车祸 你又把全部的东西混在一起讲 那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你现在是两件事 对那所以 你不会好好说话啊 你每一个东西都这么负面 所以我才跟你说 你全家都车祸 那是一样的 你对我讲的东西 我就感觉是这样啊 我就是反过来跟你讲一句 你就小音那么大 那你平常你都是这样跟我讲话 那下次如果你觉得言辞有待修正的 麻烦你 那我都有一直跟你讲啊 我就说你不要 因为你没有讲清楚 我不知道 别人的 你受伤了 你胖伤了 这种叫做 关心还是叫做负面 因为对别人而言 叫做关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你的世界 叫做负面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跟别人相处跟讲话的 啊可以好好讲啊 为什么要说他烫伤 他根本就没事啊 对那你就说没事 所以我就 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就先推测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因为你在喝热的 所以我直觉讲出来的是 你烫伤了 那你觉得这样子 是很负面的 那在我的世界里面 在我跟别人相处的世界里面 除了你 别人没有觉得那是一种负面 他可能只是没有跟你讲而已啊 嗯 如果我相处的一百个人 都觉得没有问题 只有你有问题 那反过来应该是你的问题 在我相处一百个人里面 大家都觉得这样子没事 那你有事 那就是 你 对于这个point 特别picky 那当然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所以如果你觉得特别 这一点特别picky的话 我当然可以顺着你 我下次会好好的问 可是 还是回过头来 我相处的那一百个人里面 没有人会觉得 那是一种负面 只有在你的世界里面 或许你的世界充满了阳光 在我们正常人的世界里面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阳光 我们都觉得那只是一种 关心 那也或许我们的国文 没有你 那个境界 我们都觉得那一种叫做 关心 我们不会把它解读成 负面 我们都把它解成 关心 那当然 你的世界的关心 或许不是这一种关心 那你不要这样的关心 我们就修饰跟你说话的方式 那下次我会问 你还好吗 那你就请你好好回答 好 跟不好就好 你不用再跟我扯那些五四三 因为那没有很好听 然后 最后一点 因为今天刚好车祸 快要车祸 所以我很介意 你刚刚讲的一个屁话 所以他才会吃到我的眼 因为 因为处理车祸很麻烦 所以我不想要有这些 枝枝结结的事 因为我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讲完了 我到了 至少 是的 件事情 但是 另外 书 点试 运宗